本周,新鲜出炉的辉瑞COVID-19疫苗进入了上市大规模接种的时期 预计到明年的3月份,普通人全将可以全面接种 而就在12月15号周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监管层级人员表示 针对莫德纳及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发的疫苗所做的初步分析 已证实了该疫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曾经我们总感觉疫苗离我们很遥远,但是现在真的就在眼前 这种突如其来给大多数普通民众带来欣喜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丝惊慌 因为这个全新的疫苗对我们来讲太陌生了 不过,美国疾控中心根据迄今为止已知的信息 提出了一些接种建议与注意事项 将来,随着我们对这种新疫苗有更多的了解 也许会有更好的答案 但在目前,这些信息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参考 来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充满信心地打下这一针来抵抗近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一场传染疾病 首先就是哪些人无法接种辉瑞或者即将上市的莫德纳所研发的MRNA疫苗 因为MRNA疫苗与传统的灭活疫苗采用完全不同的技术与原理 如果小编没有记错 这也是MRNA疫苗首次大规模的在人群中开始使用 所以,与以往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出现了一些竞技人群 首当其冲的就是孕妇 辉瑞公司及其合作伙伴Biontech公司开发的COVID疫苗尚未在孕妇中进行过测试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做过这样的测试 药品和疫苗生产商总不是愿意将孕妇包括在最初的临床试验中 以免伤害正在发育中的胎儿或威胁怀孕 目前,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评估是 应该为孕妇提供接种疫苗的机会 但因告知他们,该疫苗尚未在孕妇人群中进行过测试 而英国疫苗接种和免疫联合委员会则干脆建议不要给孕妇接种疫苗 在上周六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会议上 辉瑞公司的一位高管表示 动物实验的数据显示,该疫苗对胚胎发育没有安全隐患 用动物如大老鼠测试对胚胎发育的影响被称为发育和生殖毒性试验 这在疫苗研发过程中是必须通过的先决条件 接下来就是在哺乳期的人 到目前为止,尚未研究该疫苗在哺乳期人群中的安全性 因此,没有数据可以建议哺乳期的人是不是应该接种疫苗 对于是否应该接种疫苗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 一般认为mRNA疫苗不会对母乳未养的婴儿构成风险 如果那些正在哺乳的人属于优先接种疫苗的人群 他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接种疫苗 第三就是过敏的人 英国的两名护士在接种了辉瑞疫苗后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 这引发了人们对是否应该为过敏人群接种疫苗的担忧 那两名妇女均患有严重的过敏症 平时都要携带防止过敏反应的肾上腺素笔 辉瑞疫苗由mRNA和脂质纳米颗粒组成 没有防腐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位科学家在周日与医生的通话中说 有些人可能会对组成脂质纳米颗粒的一部分成分 聚以二醇过敏 聚以二醇也被用作其他注射药物的成分 第四就是16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 辉瑞疫苗只获准在16岁以上的人群中使用 这个规定将非常大一部分群体排除在外 目前该公司正在研究其在12至15岁青少年中的使用情况 但这个人群并不属于FDA授权紧急使用的一部分 因此目前该疫苗尚未获准在16岁以下的任何人中使用 对于11岁及以下儿童则需要降低剂量的试验 即找出适合年龄较小的儿童并能耐受的疫苗剂量 该工作尚未开始 第五就是艾滋病毒感染者 辉瑞公司在其237临床试验中招募了一些感染HIV的阳性志愿者 但迄今为止尚无足够的数据对该人群进行分析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 艾滋病毒感染者可以接种疫苗 但应告知该疫苗在免疫受损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不清楚 他们应继续采取其他措施来保护自己免受感染 第六则是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人 服用药物抑制免疫系统的人 例如接受器官移植者 需要谨慎接种 不过如果只要没有其他不建议接种疫苗的情况 则都可以接种疫苗 第七就是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 到目前为止 尚无证据表明疫苗对COVID-19幸存者是不安全的 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发生二次感染的个案极少 已经被感染过的人具有自然的保护性免疫力 疫苗可以增强这种免疫力 尽管尚不知道COVID-19幸存者的免疫系统如何对疫苗做出反应 尤其是在冠状病毒长期感染者中 他们的症状在诊断后数周到数月仍存在 不过从目前现有的评估来看 接种疫苗的风险很小 所以可能随着更多研究结果的呈现 这类人群也将会适用MRNA新冠疫苗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疫苗接种的注意事项 这类主要是应对当莫德纳疫苗上市以后 市面上存在两种新冠疫苗该如何做 同时我接种COVID-19疫苗的时候 顺带来上一针流感疫苗 这样可行吗 按照常理 几种疫苗同时接种是很常见的 并且是疫苗接种的有效手段 给某人一次打两针比让他们走两趟要容易 例如 如果某人需要打COVID-19疫苗的第二针 那么同时打第一次流感疫苗是可行的 但是 其实要确保共同接种的疫苗 不会相互影响是需要做研究的 目前 这样的研究还没有做 因为没有时间 因此目前CDC建议人们在接种COVID疫苗之前或之后的两周内不要接种任何其他疫苗 疾控中心说 如果有人无意中在两周内接种了辉瑞疫苗和另一种疫苗 那么两种疫苗都不要再打第二针 那么 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可以混合接种吗 目前来看 也是不行 将来也许可以证明 辉瑞和莫德纳的COVID疫苗可以互换使用 但在没有经过正式研究之前 各自的疫苗必须按照授权的方式使用 第一次接种是用的辉瑞疫苗 第二次接种的时候就不要用莫德纳的 反之亦然 好了 以上就是目前小编为大家整理出来的时尚最全疫苗接种指南 不管你是拥有优先权的接种人群 还是跟小编一样的普通民众 在接种疫苗之前 都要对自身情况做出一个准确的评估 这样 我们才能放心地让疫苗事迹进入我们的身体 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疫长城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